蓬佩奧反共 轮大锤猛砸 崴脚不崴脚 赵立坚眼泪哗哗哗 没词可骂 我抓瞎 川普很平静 急坏拜振华 招来大兵两万五 一直武装道牙 不行 我还是害怕 谁能让我睡着觉 我给他加朵小红花 习近平加速路上猛加速 佩洛西维稳梦里洗刷刷 老拜这污点证人难伺候 没合法性这滋味 有点那啥 挺川普 不惧怕 光明之子有双霞 奇妙旅程往这看 开拔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大碗茶 听大师话 我是刘卓 我是李账 茶广一挂 段子先行 中共崴脚部战狼小组 最资浅的狼战士小赵 赵立坚 周末歇班之前 又被问到最挠头的问题了 蓬佩奥是吧 小赵跟你也说了 还用说嘛 谁不知道崴脚部那帮战狼 就怕回答跟老朋友关的问题呀 说太对了 小赵这个骂彭卿 国骂家骂天下骂 变着花样甩词 都已经山穷水尽没词了 正琢磨着上朝鲜李春季奶奶那块 进货去呢 这骂大街也得进货 是啊 可不晕菜吗 三胖以疫情隔离为借口 不让小赵入境 这边都没词可用了 多急人呢 眼瞅这个货是死活进不来 白头海雕彭卿呢 还越逼越紧 抡大锤玩命往北京这砸 你说头大不头大 甭提头大这事了 赵立坚脑袋本来没蓬佩奥的 每回一听见蓬佩奥这仨字 脑袋立马嗡一声 变大头娃娃了 这都快做下病了 现在 彭卿在崴脚部都有外号了 叫战狼天敌 人类公敌是假 战狼天敌是真 行咱说说这个记者会吧 成 有华南早报记者就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号时发表声明 宣布美方将对跟南海岛礁建设有关联的中国国企高管 还有军方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你对此有何回应 甭问 肯定得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是想反对的 结果没抢上槽子 啊 小赵刚张嘴 让南华早报记者给叶回去了 那位也是急性子 俩问题必须一块问 一块 美国检察官宣布了 麻省理工华裔教授 陈刚啊 隐瞒在从事美国政府资助的纳米技术研究组里边 研究期间呢 为中国政府工作 这个事实被暴露出来之后呢 周四被逮捕 而且面临刑事指控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 得 这一夜两回 发言人这碗饭吃起来真有点硬啊 那后来小赵怎么回答的呀 小赵怎么回答的 都没词了 用表情回答的 啊表情 听见蓬佩奥这仨字 就网宁媒了 嗨 这刘神东师要笑贫 小赵整顿衣裳起脸容 运了运肚子里面的一肚子气 一边泄气一边达到 提前泄气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 美方做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完全是霸权主义行径 有气无力都快 小赵一边说呀 一边也犯嘀咕 周末我这皮球有点泄气 我那股杀气哪去了 老战狼遇到新问题 你甭说 这小赵灵机一动 想出车来了 得嘞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我来个花样吧 生怀绝技呀小赵 还会花样呢 会不会玩不难说呗 小赵就说 今天是星期五 我就不浪费时间 再批驳这位美国国务卿了 他是虚假信息的最大传播者 哎呦呗 虚假信息就是交差了 还说什么星期五不浪费时间 看来这骂不骂澎湖 还有指示表 哪啊 小赵的意思你没听懂 人家是说呢 蓬佩奥天天说签证限制 您倒撸起袖子加油干 真抓实干 喊了一六十三招 到现在 我那顶头上司 还跟那活蹦乱跳呢 肯定是家属签证 美国财产都没冻结 老蓬这效率也太低了 您再这么光说不练 只能把您那人类公敌桂冠 换成虚假信息最大传播者桂冠 让你打击我党头头脑脑力度不够 和这小赵是打入党国外交系统 这美国特务啊 晕菜了 先甭晕菜 我还没回答第二个问题 小赵是说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不掌握你提到这情况 这种事儿 上边不让我们知道 影响情绪 BUT 我想重申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有关人才 遵守法律 还有科学诚信 恪守职业道德 希望美方停止对中方引进人才计划的污名化 停止干扰破坏 中美在科技人文领域的 正常交流与合作 啊这听半天 把人家美国国家经费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一转手 弄你们党国去 就这还是正常交流 你们家这么正常交流啊 手见多怪 当然是正常交流啦 孔老先生不是教育过我们吗 不不不你等会吧 这把孔夫子请出来 经过人家同意了吗 孔身上人可不沾你这偷金摸狗这件事啊 什么孔夫子啊 我说的是孔老先生 孔一级老先生 孔一级老先生教导我们说了 你怎么能这样凭空误人清白你 对于读书人 窃书不能算偷 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真服了还真有这句 初中语文课本里边学过呀 上课认真听讲的 那大必失 既然读书人窃书不能算偷 同理科学研究工作者窃取科研成果也不能算偷 逮捕刑事指控更是毫无道理 必须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这还真让他给摘出去了 看他这初中文化水平 不光可以当总书记 当一外交部发言人也足以央复习证 不成啊 妄议中央思想极其危险 危险危险嘛 这中央蓬佩奥都妄议一千多回来 安全系数一点没见减少 咱们怕什么呀 也是啊 白头海挑、蓬佩奥、妄议中央这事儿 现在都成美国政坛一道亮丽的闪电了 划破漆黑夜空格外亮眼 跟你这么说李正 最近这两个月 美国政坛让都没你脚离天翻地覆 这黑暗骑士们全粉末登场了 有这事儿 好多这些挺川大员都跟那尿不敲通了 但出了 有这种情况 胆儿小的垂头丧气准备猫冬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白头海挑蓬佩奥简直闪电出击 把所有探照灯的光都吸到他身上去了 老蓬要舍身挺川大战群黑 还是那句话 疾风之禁草板荡石成尘 经过这么一回回大风大浪 真看出来了 蓬佩奥是川普的铁客们 我说的就是这事儿 自打川普定下全球大结盟 全力反共亚太优先政策 彭卿就冲出去打头阵去了 这一打就四年 没错 直到美国影子势力玩美国后院着火 彭卿还跟四处乱跑呢 脚不沾地 落实川普反共政策 史上最忠诚的战友 非彭卿莫属 是啊 您想啊 按公立场的一般规则 这大树一倒 胡孙必须得三呀 就是呀 这大哥老川都要撤了 这老彭还忙什么呀 您说对不对 您说上哪个海滩晒太阳不好啊 您说 人就愣着一天功夫没耽误 跟中共死磕 稀有难得 川大这四年 混上这么一战友 值了 反正我觉得吧 这除了仗义以外 还就是真真地热爱美国国家 真真地不想一夜回到川普前 真就是这么回事 这样刘主 您能不能给大伙捋捋 最近老彭挺川反共 这壮举 那必须可以 那我就吕吕老彭最近都吆喝了上 对对赶紧的 前两天老彭有一表态 他说我上次川大爷这四年 是负责把华盛顿大沼泽抽干 那我这四年呢 是负责把这些落出来的大鳄鱼们 拴到反共这根绳上去 啊 彭挺敢这么说呀 我给演绎的 不过原话也差不多 原是这么说的 美国两党达成共识了 在国际上组建了巨大的联盟 以应对中共政权的全方位威胁和挑战 而且还说呢 坦率的说 我认为两党在这一点上有一定共同基础 我希望我们继续做对这件事儿 注意啊 我们还有 对外有巨大的反共联盟呢 彭兄这态度定心玩一枚 请温水送福吧 就这话一扔出来 砸了整个中南坑都大地震了 啊 习近平人心说话了 渗透培养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找一个我们的代言人 这好家伙 您这对内玩两党共同基础 这对外还玩这什么巨大联盟 那就是啊 您要坑死人不成命啊 老习穿越美国牌的中国梦啊 要瞎你 估计老习光坐那生拜登气了 生拜登气 生拜登气啊 川普啊 蓬佩奥这俩人忙活四年 把调门定在反共上了 拜登就算是想活悉尼 过家家 也不敢过于轻逛 你知道他安排谁 当负责中国和亚太事务的那个头吗 谁呀 那肯定得是拥抱熊猫派呗 错 也是一位强硬派 强硬派 女的 中国通 劳拉 罗森伯格 中国病毒的爆发时候 罗森伯格一直对中共疫情 宣传提出强烈的批评 而且去年4月 罗森伯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还抨击中共新闻审查 而且警告北京为了利益 要操纵这个健康危机 这是错误的 还发文批评中共通过 提供医疗设备援助 来分化欧洲 瓦解欧美的关系 完溜 这老习哭的 这满地打滚溜 怎么换于乔拜登 对我们还这态度 所以 在这种背景下 彭卿出来晒美国两党共识 这习总哪受得了啊 是啊 可不吗 这战狼部王毅一听老鹏这话 立马把小赵扒到一边去 来一边去 这罗个满秀自己来吧 怎么说 我们反对把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 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同盟 同盟 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提同盟呢 这个 不知道老王这话是过脑子还是没过脑子 您这话要是护宁给听见 八成把您拎过来一通臭骂 哎哎哎 麻烦你麻烦你 老鹏那边刚说什么巨大联盟 你怎么也跟着联盟联盟呢 就是啊 帮老鹏也没这么一帮法的 你 忒明显了 你这一天不给我们这核心点炮 这一天心难受是吧 必须得说句公道话 真不是王毅故意的 架不住彭卿每隔30分钟一发推 推推全是往中共这扔的重型炮弹 王毅怎么说也是战狼部的总战狼 多少得表示表示对不对 这还真让李正给说着了 网友全发现了 老鹏现在简直是越战越勇 火力全开 一边全面晒川普总统四年成绩 盛赞川普 另外一边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爆菜中共 怎么晒川总成绩的说说 太多了呀 最突出的彭卿力挺川普总统的理念 美国优先 都发了多少回了 我查了他最近六天的推特 每天都得至少发一遍 估计左们看都气迷糊了 老鹏这跟我们示威呢 较劲 川总是你有千条轨迹 我有老子到处说 彭卿是你们天天折腾川总 我就天天喊美国第一 杠上了这是 也不是杠上这是彭卿的勇气和智慧 川普就喜欢有这两样东西 对呀 挺川普说实话的人少 那我就反复说 用分贝弥补数量的不足 还是高音大喇叭 这叫旗帜鲜明 胆小的 不是不敢公开站队吗 我专门往总统身边站 聚光灯甭客侠都往这照 我跟总统这站着呢 那必须的呀 法新社都公开输了 说川普卸任之前 连众议院的共和党人都跑票支持弹劾了 要说呢 谁会陪他到最后 非 蓬佩奥莫属 这是对彭卿最高的奖赏 外交成绩就更蒙说了 蓬佩奥专门推了川普总统 跟以色列总理 雷塔尼亚胡在白宫阳台上的合照照片 对对对 说明啊 倍儿简单 诺贝尔和平奖 您听听 虽然好多人都说诺贝尔和平奖不配让川总收藏不干净 but这也是一个证明 没错 接着说蓬佩奥 反共的推呢 咱就不用说了 简直是推推都不带忘反共这俩字的 成反共推土机了都 中共病毒这事呢就是 周五的时候蓬佩奥专门发了一声明 说了仨事儿 仨事儿 第一件事儿说美国政府都知道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在2019年秋天那会就已经感染了 可是你们那叫什么石正丽的高级研究员公开说武汉病毒所秋天那会是零感染 公开撒谎 这是第一件事儿 第二件事儿呢 自打从2016年开始 武汉病毒所研究的一个什么病毒样本啊 跟公开以后这个中共病毒样本相似度达到多少 96.2% 您跟这儿装不巧不成书呢 这推巧了这也 可恶吗 又刀杆上了 彭卿还专门转推了纪念吹哨人李文亮的宣传话 转推了 中共掩盖武汉病毒 让了解真相的大夫消失 对病毒来源撒谎 没错 还有第三点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说武汉病毒所号称自己是一家民间机构 其实是代表中共军方干活的 从17年就开始了 对 包括动物实验而且 对外拒绝一切的调查 对内管控揭露真相的什么医生 科学家连记者也监控 这得插一句 前两天说世卫可以去武汉调查了 这都宣布了 结果美国常识学者方委 来了个一针见血 这么说的 经历了360天之后 世卫团队到达武汉 去寻找中共病毒的源头 就好比杀了人之后 警察一年之后赶到现场来搜证 世卫是找毒源还是演说谎啊 你懂的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谭书记 要怎么老彭那声名给一锤定音了呢 人说了美国重申 只有不受限制的考察病毒样本 实验季度 人员 目击者和吹哨人才能确保 世卫组织最终报告的可信度 否则呀 中国产生另一种大流行病 并且将其施加于中国人民和世界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啊 这么吓人哪 完了这回 预言家啊蓬佩奥 变种病毒疫情严重 人预言家可提前已经告诉了 反正我觉得党哪软和 怕戳老彭专门戳哪 15号的时候 老彭在国务院网站发表一声明 说1月6号香港当局逮捕了50多个人 严厉镇压那些试图推动香港立法会 公平公开初选的亲民主政治家和活动人士 根据总统关于香港正常化行政令 美国对6名 跟香港国安法有关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 包括中央统战部的部长尤全 还有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谭耀宗 对 这事儿老彭发推这么解释的 原因非常简单 中共厚颜无耻的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历史文献过期作废在先 美国制裁在后 这哑巴吃黄连是有苦说不出 这小赵又得着急了 彭卿啊彭卿 我又费那么多唾沫星子 就是为了激励你动真格的 这回可千万别光说不练了 哎呀反正也差不多了 咱川普这铁哥们的反共成绩单先晒这 咱这回也晒着良家和扛办大力士那成绩单 啊 习总成绩单 这也是值得一晒的呀 哦 他成绩单值得一晒 是不是渗透成功隆重推出了老乔主演穿越美国电视剧呀 不许剧透啊 才中了 咱先搂一眼这个中共参考消息上的喜讯啊 喜讯 小丝们给习总量身定做的消息 是这个样子的 我量身定做 哎呦 2021年1月20号 乔拜登同志将宣誓就任 美利坚特别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 成为美国第一位以硬盘之父头衔 对抗建国之父 用让美国再次被渗透政策 抗衡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的最高行政长官 一位超级励志身患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却担任大国领袖职务的人 想多了吧这小编 参考消息小编到底是做中国梦还是做美国梦 甭管什么梦 只要能好梦一日游 此生足矣 行行 帮臭美了就 这不是臭美 我昨天看了网上好多帖子讨论老爸的就职典礼 这有点头脑风暴后遗症 要不这么着 我给大伙跟这简单念叨念叨 行 后遗症再散发散发 大伙一块风暴一下 按网友的共同印象 老爸的就职典礼就俩字举起 有礼也有面 怎么说 不光邀请了好几百美国大兵来国会山体验 好梦一日游 还打算在周末的时候 再招国民警卫队的哥们也过来热闹热的 多少人真不多 就两万来口子吧 啊 赶上逛庙会了 君民同乐呀 没有民 光是君 光是君 据说华盛顿DC的女市长已经宣布了 所有市民典礼当天必须跟家里闷着 看电视 我们这是虚拟典礼 拜大总统忒腼腆 人一多容易大脑断片 嗨 阿尔茨海默 腼腆断片综合症 你还真甭说 刷刷好几万美国大兵集体这一行动 比光庙会那可真热闹多了 那肯定热闹 人家手里不是拎着M4卡冰枪 就是扛上AK47的 您要是兜里揣把MK4小手枪 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去 不去 谁没事跟端着枪打招呼去 再说 整个这么大一大典的场子 设计的也是极尽奢华呀 奢华 两人多高的围墙上面挂一圈一圈 密密麻麻的 彩灯 高压电铁丝网 啊 刘晨垫着的 我一哥们看完这报道还在那儿讨论呢 说高端大气上挡 字这词要跟这用啊 人都得掂量掂量 为什么呀 您看一法拉利兰博基尼打这路过的 瞅见要这阵仗 离50米看外都得绕绕走 您要不是架着一重型坦克过来 不敢说来参加纪尾大典的 吹 你接着吹你 我看这网还有人说什么呀 说啊 这个国会现在怎么这么像一座监狱呀 这怎么会是就职典礼呢 怎么都是总统的就职典礼呢 这分明就是监狱拘捕仪式呀 这倒真不是吹 比较符合事实 我有一哥们看完这评论 立板都乐了 跟我说 咱这强国老子这回真欲是挑战者了 习总欲用挑战者了 十年一回大 五年一回小 回回练这种军官倾向 结果这一夜 让人老美给赶超了 挫火 还真得努力呀 美国国卫山这牌上 整个一维稳后浪 咱这总加速师真得踩油门了 搂着点吧 再踩就冲下去了 另外还有一事 我听网说 老办的工作人员周四说什么 出于安全的考虑 拜登就职典礼之前的一些日程安排有些改动 原定了在周日举行的就职典礼彩牌 改成下周一的时候办了 对对对 还有呢 拜登和团队成员计划在下周一乘坐美国国家地铁 前往华盛顿那旅行也取消了 我这哥们都服了 还跟拜登空中对话呢 啊 人家说了 哥们 您行不行啊 就这点事您就怕了 这还什么取消旅行 实在忒害怕 地底沿线加那防弹钢板呀 怎么说 这防弹钢板一加上 也比川普建的边境墙容易呀 反正你们这白宫 参众两院都是您自己家开的 加一钢板那不是信手拈来手拿把掐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人家还没走马上任呢 忘了 上任就建啊 赶紧的 你这哥们也有点不厚头 人家老拜没那心气 老拜心说话 我多的岁数哪能跟老川头那小伙子比我 对了 说这想起事 佩洛西老太太周五记者会头又宣布一最新指示 人家说了 中共病毒呢 我们将举行很小规模的一个就职典礼了 规模是非常小的 不过这事早就定了 为了让台上和台下的人各自保持距离 限制规模真是有必要的 哦 要认怂这么感觉呢 说完也觉得有点没面子 赶紧找到了一创可贴上的 我们对新总统的就职也感到很兴奋 但是呢 总不会冒着人民生命危险干这事吧 哎呦喂 这老太太越说心里越没底了 心说话 思想政治工作真是不好看啊 这佩洛西一开会 我哥们要急了 啊 你们这哥们怎么回事啊 不嫌操心呢 可不操心嘛 一头跟那说说 跟这瞎讲了什么呢 啊 您前两天要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给您投票的时候 怎么没说各自保持社交距离呀 对呀 我记着这好几个议员都已经阳性趴窝了 让是被您从背包里拎到郭慧山给我们投票来了 不成啊 气打上身 您到时候睁眼瞅瞅 我又不是老太太 唬我说干嘛呀 我不管你是不是 您玩双标就不行 您想当议长 需要投票就不用什么保持距离 不用限制规模 人家老拜想过把登机引 您又跟这拆台不让人来 您这太不仗义了 哎呦 这佩老太太 我实在是愿望 我得当回佩老太太 我这不是考虑到老拜登没关中吗 我怕他没关中 才享受这么一折来 这叫苦肉计 得亏是习总放出病毒兴奉作浪 可算有个说法了 要不然 我还发愁怎么解释呢 佩老太太 真是这么说的 安全第一 我们众议院都无创到牙齿了 这议员也得提放 众议院入口的时候已经紧急安装金属探测门了 不接受检查的一概轰出去 他川普能创造中东和平 我们老拜也不是白给的 能在国内创造战争 啊 战争与和平 上下联 般配倒是 行了 咱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摩洛哥已经颁给川普一最高保奖 这是一个白宫的高级官员告路透社的 这个官员就说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周五在摩洛哥因为推动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正常化协议 获得了摩洛哥的最高保奖 这总统可忒出色 最出色的其实还真就是反共了 那是那是 用国务卿蓬佩奥的一句话 总结一下啊 50年来 美国一直向中国屈膝 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 再也不会啦 说到这儿想几个事儿 网上好多人都跟这儿传一事儿 1月6号 几十万人来DC 国会山完全不设防 对 1月20号 在古土安全部说没有任何人群集结 市民也不许出来观看的情况下 弄两万五千重兵把守 对着空气严防死守的画风又出现了 难道这是防阴兵入侵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欢迎您订阅分享 下回节目再见 再见